每年的7月份 温哥华都会将迎来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慈善活动 没错就是中桥百万行 几千人齐聚Staling Park 通过剑步走的方式来宣传慈善 筹集善款 那今年的中桥百万行将迎来自己的39岁的生日了 那我们将请来2024年中桥百万行共同主席Irene 和大家一起聊聊中桥百万行背后的故事 欢迎你 大家好 我是Irene 很感谢Sara的邀请 也非常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欢迎Irene来到我们的节目 首先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和您在中桥百万行当中的角色吗 我是在中桥互助会做义工已经超过20年了 我今年是第一次做中桥百万行的共同主席 每一年我都有资助跟赞助中桥百万行 非常感谢您对中桥百万行的贡献 那今年呢也是第39届的中桥百万行 这中间您都参与了哪几届呢 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历史和意义吗 每一年呢我大概都有去参加中桥百万行 我想参加了应该至少有十几次 那这个活动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中桥呢借着这个践行的活动来帮助中桥能筹集 就是政府没有办法补助的资金 来帮助这个社会能够他们这个各项的 比如说帮助老人家帮助什么这些新移民啊 有一些特别的活动 然后可以让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得到必要的支持 那今年的百万行的活动是7月14号在斯大林泊克举行啊 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当天的具体安排和亮点吗 我们在7月14号当天呢我们是从9点钟开始 那我们开始以后有个开幕仪式 然后到10点开始呢我们就会有一些舞台的表演节目 也有很多的摊位活动 那摊位有很多游戏 所以可以欢迎就是一家老老少少都可以来玩游戏 来看表演节目 那也有两个就是践行的路线 那这两条路线呢就是一条长的一条短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践行的人 我们也可以去参加践行路线 来健健身 得联络感情 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听说这次参与活动还是有福利的啊 就是能免费乘坐公交车到现场是吗 是的 我们这一次呢很开心呢 有Translink跟我合作 提供这个免费的巴士票 我们这个巴士票呢可以做Skytrain 从Coquillen 从Metro Town 从Richmond的Breehouse 然后搭到这个Waterfront Station 然后在Waterfront Station呢我们就会有专车接送到这个Skytrain公园现场 那我们的车子是从早上七点钟开始发车 到早上十点半 是从Waterfront到Skytrain Park 那回程的话是从十一点半到两点钟 哦 那还真的是整场啊 整全天的 是的 这个现场的这个交通服务啊 听说现场还有抽奖 优惠价呢购买美食这些对吗 那为了支持百般性 很多商家也参与了今年的慈善促销活动 能给我们大家分析来 特别优惠参与商家的信息吗 是的 我们往年呢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 就是Denis Restaurant 他有一个很好吃的早餐 叫Grand Slam他的参与 那今年呢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有十天啊 就是跟以前往年都不一样 我们从7月2号开始 我们就有商家可以 就是可以我们来享用美食 然后是特价美食啊 那我们从7月2号到7月4号 我们是有青桥枫面厂 他提供给我们是非常好吃的八宝饭 那这八宝饭特价是八块八毛八 在7月5号到7号呢 就是所有的和平饭店 他提供八块钱的小笼包 那这个小笼包呢也是非常好吃的 那在好几家的饭店 每一家都是可以去享用这个小笼包 我记得好像是要堂食 就是在餐厅头吃才行 那再来呢是7月8号呢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中国人的自助餐 的餐厅叫做酒桌 它是在这个中午呢 有一个很好的launch buffet 那特价9块9毛9 我们相信 这也好棒啊 对 好棒啊 launch buffet 9块9太便宜了 是啊 我们现在吃一个便当都要18块 是啊 还是把费 十万当劳都要9块10块 对 都不止这个价钱 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特价优惠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地踊跃去试试看 这个酒桌的中午自助餐啊 然后再来就是7月9号呢 7月9号是在本能比的小酒馆 这个中餐厅 它有两样东西作为特价赞助 一样是酸辣土豆丝 非常好吃哦 还有一样是这个很有特色的老北京炒饼 然后是一个是9块9毛9算达土豆丝 那另外一个是8块9毛9的老北京炒饼 那在7月10号呢 就是我们往年都赞助我们的Denis Restaurant 它有一个这个Gran's Lane的这个早餐 那这个早餐也是很好的价钱 你看早餐4块9毛9 非常的 4块9毛9 太合适了 太合适了 太合适了对没有没有这么好的价钱 早餐4块9毛9就可以吃到 真太好了 那在7月11号呢 我们有一个新派直博烧烤店 它提供了一个特价9块9毛9的卷饼套餐 那它的卷饼套餐应该是在这个大温哥华地区独一无二 非常有就是非常好吃的 那我相信如果没有试过的人应该要去试一试看 还听说有人是专门从西雅头开车这么遥远来吃它这个卷饼套餐 那我们这次活动就是我们整场当天的话 有没有那种就摊位是美食摊位呢 当天应该是有一个摊位是卖一些小食吧 最主要我们是有一些摊位是给大家玩游戏的 所以可以大家一家老少 然后可以带着小孩子带着太太先生 然后爸爸妈妈来走一走 然后可以健步 然后接近大自然 接近大自然 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 然后还可以说玩游戏 还有舞台表演 所以非常非常有意义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那看来你们为了这场活动也是用尽心思了 那对了 我看到这次的筹款目标是37.5万 方便问一下过去这30人一共筹集多少上款 这些上款都用在了哪些方面呢 听他们说应该在这么多年来呢 我们筹集了大概有1200万 哇太棒了 39年了嘛 那这些钱呢 其实我们都很感谢 就是每一年这么多善长来捐款来支柱 那这些钱呢 事实上我们都用在这个中桥互助会各方面的 就是帮助不管是新移民也好 老人家 还有这个家庭 青少年 然后让他们能够适应这个加拿大环境 还有一些好像 Affordable House这些方面 就各方面的 我知道中小也有提供这个ESL课程 就各方面来帮助这些 我们这些新移民来 这个加拿大的环境呢 可以让大家可以适应 那对于很多的新移民来说 其实中桥互助会可能真的是不陌生啊 我们刚登陆加拿大之后 很多人也是在中桥的帮助下呢 才更好的适应了在加拿大的生活 那具体的说 中桥互助会是为新移民提供了哪些具体的服务 还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中桥互助会的基金会呢 这个中桥基金会呢 是在2001年成立的 那主要它的功用呢 就是在帮中桥互助会来筹款 那中桥互助会筹到这些金额呢 就是因为我们中桥是有很多的政府来资助 就是有spons 我们很多的资金 可是这些资金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项目 就是政府还没有办法资助我们 我们就把这个筹款的钱来帮助这些政府没有资助的这些各方面项目 像我们还有一个心理热线 那这心理热线非常非常帮助人 每一年有好几千人打过来 寻求到各方面的帮助 其实像我们顺美APP也是可以跟这样的心理热线进行合作的 可以商讨一下 商讨一下 Laren 作为本次活动的共同主席 你认为中桥百万型活动对于社区的凝聚力和参与者的意义是什么呢 作为这次百万型的共同主席 我觉得非常荣幸 那我也想说在这项活动中呢 是对这个我们的社区凝聚力呢 跟每一个参与者的成长呢 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中桥百万型它是一个极具凝聚力的社区活动 因为每一年呢 我们来自各行各业 社区的成员呢 都会积极参与其中 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一起努力 进一步呢 可以增强我们社区的团结跟互助的精神 那这种集体活动呢 不仅可以让我们彼此之间更加的信任跟了解 也让我们在共同的行动当中 建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参与 那这次啊 你作为百万型中桥百万型的这个共同主席 我看到你真的是非常用心 而且在每一年的这个活动当中 几乎你都在参与 而且都在做社会的这个贡献啊 为我们华人社区也在做贡献 今年的活动是否有新增的一些元素 或特别的亮点与往年不同的地方呢 我大概每一年的百万型都有参加 那我觉得今年呢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参与这个食品赞助的商家 多了很多 然后我们从过往的一天到今年是有十天的这个赞助 那我就想说我们大家呢 我希望呼吁大家 我们可以日行一善 在这十天每一天去吃一个商家的食品 赞助食品 就可以享受到特价美食 我们又可以做善事做慈善就是一举两得 今年的活动预计会有多少人的参与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们以往都有几千人参与啊 那大家怎么样在活动当中进行捐款呢 我们是可以上网捐款 也可以在现场捐款 它有捐款箱吗 它应该是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可以在那个地方捐款 因为我们捐款有奖励的 现场也会给礼品 是这样子的 我们捐款的奖励是 因为我们鼓励大家来多多参与嘛 所以我们也设立了一些奖励机制 那我们就是如果说捐二十块钱以上呢 我们就会有退税收据 然后还有一次参加抽奖的机会 我们有一百个小奖品啊 就是有这个机会啊 然后这个是每个人献一次机会啊 然后还有再就是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很特别的T恤 纪念T恤 每一年都不一样啊 那我是年年都有 所以很多件啊 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T恤 那这个T恤是我们的sponsor Concore Pacific赞助的 那这个T恤也是数量有限 是捐一百五十块以上的人 就可以得到这个纪念的T恤 就是先到先得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终极大奖 是如果有人捐一千块以上的话呢 我们就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抽机票的机会 那这个机票是这个我们的赞助商 开战打赞助的 那是可以到世界各地 各个地方 对各个地方都可以 就从温哥华到世界里选一个城市 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的来回机票 是经济舱的来回机票 就是由这个得奖人来选这个 你想去的地方 谢谢啊 非常感谢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中桥百万型的这个特色 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非常具吸引力 让我们每一位朋友啊 听到我们的这个 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以后呢 都能够积极永远来参与这场活动 那那些没有办法亲自来参加 你也知道现在是暑期到了 很多的家长带的孩子回到中国 但他们也想来支持我们百万型 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进行捐助吗 如果有人没有办法在7月14日 来到百万型现场参加的话 那也可以参与网上捐助 因为我们有个网站 就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然后看到这个赞助百万型 然后就click the link 我自己本身也设了一个网页 那就希望大家能上我的网页来 多多的赞助百万型 就是如果说你捐了以后呢 你可以选择啊 就是说显示你的名字跟金额 或者是显示 超过20块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退税的收据 对可以得到退税 还有这个抽奖机会 然后也是同样的 对一样的 对一样的 然后超过150也是可以得到T恤 而且可以跟我说 比如上我的网站 然后捐了150 你跟我说 我就把这个T恤留给你 就是你虽然这个时间不在的温哥华 然后你回来以后 我就会把这个T恤送到你那里给你 谢谢 非常感谢Erin 我觉得今年的中小百万型 真的是非常期待 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呢 你给我们详细分享了 中小百万型的活动的过往 还有今年活动的特色和亮点 也希望这次活动能圆满成功 能筹得我们想要筹得的善款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会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